这一生当中 学了佛法 知道谁 哪个地方邀请 就到哪里去 我的语言算是不错 在台湾 跟这些年轻人接了人 台中 黎炳南老居士 办的磁光大传讲座 在台北到南法市 在中国佛教会 也办大传佛教讲座 我在讲座里面 担任讲师 跟同学们接了员 这些学生以后 学业完成 到外国留学 在外国工作 这联系上 国外的员是这么接的 这么多年来 同学们散步在全世界 他们虽然有不错的工作 但是生活也相当借鉴 我们看得很欢喜 我们在过地方 将金教训 只让他负担 我们的旅费 供养一分钱不要 飞机票 车票 在供应证 到那个地方吃猪 接待 其他的 我也看不出 光阶 法院 这都是机缘 如果没有这两个讲座 就没对于恨 所以每个人确实 夜深总在与与不同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